上个视频我来到了九马化山,我决定徒步去假天下,是的你没听错,桂林山水假天下的假天下。 哈喽,我现在坐上了顺风车,有一位好心的大哥,顺便载我去假天下那边去,刚刚过了码头就一直走过来,然后感觉好像挺远的,有点开心,今天有点好运。 我上来的,谢谢大哥,注意安全,不用了,谢谢,我刚吃饱很撑,所以才过来的,从这里下去是吗,谢谢,感觉今天真的是好运的一天,坐了个顺风车过来,还不用自己走路过来了,然后就来到了假天下, 看远处的山,很漂亮,我现在呢正在沿着这条小路,准备要下到梨江边上去走,我们去看一下那边的风景呀。 甲天下,桂林山水甲天下,就在这里。 这边就是徒步地点。 这边的风景,这边的风景可真是太绝美了。 怪不得说,百里离江最精华的这一段是集中在新平古镇这一块了。 最美的这一段就在这里。 这边还是一些在售卖一些小零食的,就是阿姨。 哇塞,这边有条小溪水呀。 风景美如画,说的就是这种地方。 好精密呀,这一段。 这个地方可真的是太适合徒步了。 周围都是山山水水,特别美,很适合。 徒步个十公里,二十公里左右,哇,还是很不错的。 之前姐姐来过桂林这边徒步。 我记得没错的话,好像是御龙河。 御龙河之后,好像他们又来了新平这边吧。 嗯,果然,这么多人想跑来这边徒步,是有原因的。 啊,漂亮,好看,空气清新。 人都年轻了。 我这里有个码头上去一点。 有一个杯真的高的。 我整个杯啊。 我这里面都收,真的收下来还好看。 嗯,嗯,好,谢谢阿姨。 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。 很淳朴。 阿姨好热心啊。 然后我要准备要从这个小道,往那边去走,走那个河堤。 看一下。 现在我已经走到河堤这边了。 这边是梨江水。 还在滴滴答答的下着雨。 雾气笼罩着山峰。 雾气笼罩着山峰。 买上这种雨衣。 然后你就不用撑伞了。 解放双手。 比较自在一点。 戴上个帽子就可以出来了。 出来这边转悠。 。 我很小的时候,大概五六岁呢,就经常是自己玩。 就去到了深山老林里面。 自己一个人慢悠悠的晃荡晃荡。 感觉,嗯,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。 也蛮享受有时候。 就像现在这个时候啊。 走在梨江边上, 周围也没人。 我就自己一个人静静欣赏这样风景。 很享受。 你感觉整个世界都是你的。 我可以这么,这么觉得吗? 嘿嘿。 看前面。 哦,终于到地方了。 这里呢就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悲客处。 看着周围的景色。 视野相对来说会比较开阔一些。 还有远处的山水。 好了,我们现在赶紧往回走吧。 我觉得再不往回走,等到晚上四五点。 我不一定能够回得去。 现在已经将近两点钟了。 还是沿着沿来的小路回去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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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